《健康介碼》 歡迎大家收看《健康介碼》 Wano 我想問一下你什麼叫提取物 蘇伊 我告訴你 其實提取物大致分為三種 有最常聽到的植物提取物 還有動物提取物和遭藥的提取物 以現在的科技這麼發達 其實可以透過化學的方法 提取和分離 將植物提取物裏 某種或多種有效成分抽出來 成品將會是粉劑或壓成片 就可以盡食了 即是很簡單 即是將一千個蘋果裏面的成分 營養抽取出來之後再吃 那我就不用真的要吃一千個蘋果 才可以得到那種營養 But people will not get attacked 都在一起 我不是最好的 其實大家可以做成品 也不是勞 是沒見... 餘子 想逐散 成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九九流,今天又來了 我老三 我Peter仔 今天就好了 我剛剛去完台灣回來 開心 跟幾個女兒去 三個女兒 我以為跟幾個女兒差不多 那次回不來 跟親生的女兒 真行 去台灣玩了幾天 在台灣突然在YouTube 我很流生 節目收視 點擊率如何 我在台灣 人家去 十分 九分十分 我放這個 放這個空明燈 我的願望 要做個網紅 寫著 我要做網紅 點擊率 爆錶 這樣就放上去 希望這個願望成真 這樣呢 在台灣 昨天 突然間上了一段片 三九九流 我這個節目放出街的時候 可能不太快 不太跟貼 因為我們是錄影節目 為什麼三九九流 會突然間有個節目放上去呢 哦 看看大匪 一開場 就說那段話 哇 好嚇人啊 竟然就說 我又天才 又示範 給人們想做節目的看 真是 雖然我個人就相當自大了 但是都受不了 公開說的事情 小小聲在我耳邊說就好了 這樣大聲地說 做了訪問 馬哥那一集 我最留心最留心 當然是看一些留言 幸好每個人都讚我 謝謝各位網友 好像一劍風喉 天狗師兄 如果有些名字 我還未說出來 英文是不懂的 英文是不懂的 就是26個字 沒有我認識的 但是你叫我串起來 就說不出的 有些拼 怕拼錯 拼錯音 那就不好意思了 那就真是 多謝你們誇獎我 這集我們又上一次 就連續翻 不知道大飛放出來是不是連續 希望是連續 如果不連續都不要緊 反正各有各講 我們這次又是繼續說 但是就不要說馬仔 好嗎 好 今天Peter仔不精神 不知道做什麼 感冒 睡覺 打大赤辣 沒有人蓋屁 不是吧 沒有人蓋屁 即是你老婆忘了給你蓋屁 那你第二天有沒有醒醒他 沒有 昨天一接到你通知 在台灣的通知 說今天要錄影 本來我昨天看醫生 是 不看的 不看的 先吐一下他 立即去 現在去看三百多元醫生 要開一條帳才行 要給你錢買 或者說說有幾聲咳 網友體諒體諒 好 這次我們又繼續賭 先說賭 因為我之前說過 我們是黃賭毒黑 用黑來穿著黃賭毒 其實三哥你不是很賭錢 我不是很賭錢 因為我沒有贏過 因為我好像在記憶中 沒有贏過你什麼錢 唉 說你又不記得 我怎麼學賭錢 其實自小看別人打麻將 最簡單的 或者我賭過馬 每次都會中 因為我講過 我叔叔被騎士就中 就不用自己跑 不用自己量馬艦 完全不用 又不用記住 又不用記住 最記得那兩隻馬 海巴一隻就是你講我的大將風道 他形容我的 是幾隻兩隻馬 那鹿兒那些不要說 鹿兒那些叫你買都沒用 是啊 這些不要說 什麼及時而出 那些不用說 我們今集不講馬 我說我們初初 我學賭錢 這些是一早就認識到的 我打麻將怎麼學會呢 跟他們打麻將 這班人全部都是老千 年輕的時候 一起學師 我都很大 十七歲 十七八歲才學打麻將 你真是小想不到 幾師兄弟在工廠打麻將 打一二毫 玩一下 很小的 我們賺很少錢 很小的 那些 輸十底 如果輸十底 真的 真的有點盲 是啊 給錢 打牌給錢 但打牌給錢 沒吃過糊 打麻將 還是我們正式廣東牌 嗯 又打花 又說清一色 踢腳 這樣也輸百多元 你沒有贏過錢 因為老人家說 你賭錢 佳因贏錢 對 我都沒有贏過錢 怎麼會好賭呢 自然就不賭 好像我訪問 阿強強那樣 說賭 網友說 你老三講什麼賭 你完全不懂 對 我只是訪問人 我們完全不懂 其實我每樣錢都懂得懂 其實我每樣錢都懂得懂 鞋狗 什麼邪釘 嗯 吵大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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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全部都是教我的 我們 你認識到我們 是啊 認識到他們真的很幸運 幸運 什麼都不認識 我們是圍村那些 什麼都認識的 其實我真的大部分都懂得懂 拿一副十五烏出來 就根本就懂得懂 嗯 嗯 那除了一樣我不懂 天狗 天狗 很容易 不是吧 天狗說很傷腦筋 很傷感情的 即是怎樣要你呀 怎樣打你呀 又說不打這個打我呀 好像針對性一樣 很傷感情的 天狗 那些已經是 活絡了 這些是幾十年前 我媽媽呀 我老爸那些年代的老人家 才玩的 現在元朗還有沒有人打天狗 以前有天狗館 是呀 我記得是呀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那天好像深水埗有天狗館 旺角也好像有的 是嗎 街記那邊好像有天狗館 不知道 你問一下天狗師兄 補充 叫他 這些 又是 又是要找他 那我們就 說我初初怎樣 學賭錢呢 學識都沒用 我不賭 那我們回到正題了 我們講賭錢呢 其實很多人經驗多過我們 但是 講賭錢的出老千 就未必有人見到我們 比我們多 是嗎 我們今天的話題很主要說什麼呢 不單止賭錢 還是那些人怎樣出老千 我們見到他們怎樣出老千 是嗎 那你要講一件你親眼見到的 很簡單的 要我們認識這麼多人 我們今集不講天水埗 不但是 可能待會講右斜 天水埗也不定 是 最主要是講什麼 但是還是發生在元朗的 嗯 去看別人的賭牌狗 見識一下大檔 見識一下大檔 其實進去很多人都認識 大部份都認識 當然更有大部份 更有大部份的不認識 我們認識的那些人 就得出老千 我初初不知道的 這樣就走過去 喂 不用說了 自己有 多多少少錢出去打大數 是不是 喂 你不要賭 你撿回你的錢 不是吧 不是 我來賭 雖然我是雞仔住 我給你面子 捧場 你叫我不要賭 是不是 你坐那邊 今晚收檔吃飯 我搞定 你坐那邊 不要過來 有得聰明 沒錯 有得聰明 有得聰明 我不賭 還可以聰明 是不是 出來捧場 哦 我初初不知道 後來才不知道 怎樣述路 那時候 他們現在 賭牌狗的色仔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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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或者你拿著 我們所知可能現在更加高技術 現在可能全部是電腦 微型攝影機很多 我們不認識的 總之我們講我們認識的 我們講那個年代的 我們講最落後的路線 我們老來講舊屎 留給年輕人講 賭親排狗一定要合可觀 最後才知道 其實整張桌子的人都懷疑 除非那些叫牛奶仔或者蠢得欺負的 不知道 上年多的那些是叔伯伯 哪有這麼聰明 為什麼會發生什麼事會知道呢 毛色仔一飛起突然間有一顆色 在那裏這樣轉 就是那顆 他有很多顆色 六顆是嗎 隨你的 不過一定最少要三顆 八門牌三顆色很少 一定要的 沒有兩顆的 不一樣 現在打大陸麻雀那些 可以兩顆色 大排狗一定要三顆色 最少三顆至二十顆都可以 是 其中一顆色就這樣轉 一轉 我說要在那裏打大掃那個 就快手了 一手就按著它 按著一顆色 數過來 一按著一顆色 其實就應該搖過 你應該搖過的 是不是 那些人就個個 就看著它 喂 阿星你搖過了 你搞什麼 好 又搖過 今次就定了 今次就聰明了 不知做什麼呢 我們上去的時候 它已經搖了很久 搖八門牌就輪流做莊 我們這一門 譬如站了三個在那裏做股東 一人打兩口莊 穿六口莊 輪到下面 我們買打大掃那些 就沒有份 因為你不是客戶人 如果那些要贏錢 就要靠打莊 打莊 做手腳 隔著河官 倒死不打莊 輸死未天光 隔著色仔 還有那塊攝石 最像原來就是那塊攝石 攝石 原來在褲子上 膝蓋著這麼大顆攝石 後來我才看到 這麼大顆攝石 那些攝石 全部裡面有料 有水銀 不知道是不是水銀 水銀 我聽說是水銀 水銀是否知道折 這樣就不知道 他應該說好像是水銀 我們都是聽回來的 但我們看到他 後來給我們看 就是膝蓋一顆大顆的 那他怎樣跟可觀合起來呢 其實那些牌就全部 他們那個術語叫做什麼呢 就是做了記號 做了記號 那些牌 那些漂亮的牌 做了記號 天啊 地啊 天啊 九啊 八啊 雞啊 那些 尤其是大小的雞有得變 有得變 幾隻牌 多的 不行的 做了記號 所有那些牌 都已經是幾隻 做了記號 那個可觀和你撿 你一打牌頭 譬如你什麼中掘橫掃 級四掃 龍頭鋒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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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牌一定在 你那個位置 就是你那裡 所以 如果你要倒牌九出老千 一定要和可觀隔 自己很難 我們知道這樣 或者有高手 你要變的也不出奇 因為我們看見的就是這樣 不,如果和何官合起來,那就顯得你沒有出鼓劃 如果你凸牌磨牌,你也可以 但人們很多時候會盜你,即是盜你這些牌 如果你何官凸牌,現在大家都相信何官 他不知你和那些人合起來賺錢 何官凸牌洗歸道什麼,這些東西是這樣的 很流行倒牌的口頭線 有沒有動,沒有動就裝動 最重要是沒有動就裝動 裝動完,全世界不能動 根本上那些牌已經搭好了 最後如果裝不動,即是何官已經把牌弄完了 對,因為這樣說,搭牌那裡 就不是你的人叫動,就不是你自己拿 嘩,你這麼厲害,在賭錢,手伸上的搭牌 不是,你只是和那些可官說,那些牌怎麼動 好了,那到底怎麼動呢?第二次回來說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控油去屍 固法,欲法,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